好 那现在我就来到了深蓝的展台 那这次深蓝为我们带来了全新的S7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S7其实也采用深蓝这种家族式的设计语言 包括这种非常细细的大灯 然后分体的大灯设计 那这台车呢 相比起SR03有一个比较大的亮点 就是它前面有一个类似于这种交互灯雨的灯组系统 那我问了一下 目前这个灯雨呢 它可以显示极致我们比较固定的灯雨的这种交互形式 而未来通过OTA它是有机会实现这种自定域的灯雨的 所以整体的这种科技感也会显得更强一些 那这台车的它的定位呢 是一台中型SUV啊 车长呢其实控制的很克制啊 是一个4米75的这么一个长度 轴距达到2米9啊 是很典型的这种电动车 这种长轴距 然后短车身的设计 整个车身侧面的轮廓呢 也是非常动感低趴的一种感觉 让人感觉很运动很年轻 然后最后来到车尾呢 它也有一个很大尺寸的扰流板 包括说可能之前 大家觉得SR03那个尾灯设计有点过于的夸张了 但现在目前该看 我觉得可能是更合大部分人审美的 另外呢还有一个小的亮点啊 就是这台车它的整个尾箱 可以看到打开以后啊 它的整个开口真的是非常低的 尤其是现在很多电动车 包括人游车 其实整个尾箱的开口都比较偏高呢 我觉得这个对于取放行李来讲 也会更加的方便一些 车内给我第一个最大的感觉啊 就是这台车它相比起SR03 SR03它本身的用料其实不错 但是整体给人的设计感不太高级啊 那这台车我觉得目前整体的观感 就明显要好得很多啊 会有这种比较高级高档的感觉的 那包括说这台车 它又采用这种壮色的配色 我觉得整体的内饰这种精致感 发挥的还是非常到位的 然后呢它也搭载了这个 可以左右旋转的这个中控屏啊 这是之前SR03也有的 而这台车现在大家都知道 有这个流行负驾娱乐屏幕 这台车这个实现负驾娱乐屏的方式 比较有意思啊 它并不是在这儿搭了一个屏幕 而是在上部然后配置了一个 可以这个无级调整展开的 这么一个副驾驶娱乐屏啊 那平时收起来完全不影响视野 打开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角度 只要你把椅子调的比较躺 其实也是一个看东西比较舒服的角度 我觉得这还是挺有创意的 然后简单体验要空间啊 我身高1米75左右 前面还是正常的驾驶坐姿啊 腿部空间很宽敞 基本上是车过三拳 头部空间呢 其实如果我坐的特别正的话 因为暴行的原因 这块离头 就雷格力车顶呢 可能也就两指这么一个左右的空间吧 但是其实你正常的稍微躺一点 我觉得这个空间是完全没有问题 挺宽敞的 而且呢 它的整个座椅靠背 是一个比较躺的角度 再加上座椅前充非常的柔软 有明显陷阱的感觉 所以整个后排的这种乘坐舒适性 我觉得表现是很不错的 最后就是动力啊 那这台S7呢 也会跟SL03一样啊 提供登城纯电 包括轻能源的版本 其中这个纯电呢 会有高低两种功率啊 分别是160千瓦和190千瓦 而这个增程版本呢 它的电机功率 介于两者之间啊 是175千瓦 然后再配一个1.5升的增程器 所以整体的这个动力选择 还是比较丰富的 而且这个动力参数 目前来看 SL03的感觉来讲 满足日常 绝大部分场景的使用 可能也没有问题 当然这个听众上本能 可能对于大部分人来讲 就会相对来说 比较远一些了 那目前啊 深蓝大家应该都知道 它从长安汽车 已经独立出来了 是一个独立的品牌 所以我相信 未来它的产品 也会有更加自己的 这种鲜明的特色 我觉得大家非常可以期待一下